好 眼珠綁好後我們再來綁眼皮 眼皮是我們那時候用眼珠外框做的 其實它這裡其實 這裡我們其實就用rotation就可以做眼皮的開關 不過其實這也是模型嘛 當然我們還是要綁定到骨頭上 不然我們調動作設計畫一下切模型一下切骨頭 然後所以我們這裡也是跟眼鏡一樣 我們是有用物件的constraint到骨頭上 然後這裡我們來開始創建骨頭 骨頭我從一樣眼睛中心我拉了兩根出來 我故意把它稍微錯開一點 這之後我們綁控制器的時候會比較好綁 我們改個名字 I lit up I lit low 好這樣的話我們就很直接的 我們來綁contraint 好這邊 好這個等一下再說明我們先不看 contraint copy rotation 我們一樣armature 我們就擋到I lit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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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下面這個一樣我們 一樣我們copy rotation copy rotation armature i little 好我們這裡都改回local space 這樣的話他才會貼合他原來的位置 local space local space 所以像這樣我們選到 我們的骨頭 rotation 我們就可以旋轉我們的骨頭 這裡發現我們的軸向好像有反 所以我們這裡把他的控制器 我們來調整一下 我們的軸向 sx軸 再回來看 rotation 對這樣軸向就對了 我們正面rotation rotation x上下 rotation y 旋轉橫向旋轉 好像這樣的話我們就 再來剛剛看到的另外一個rotation 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做 其實這裡就是在做的是眼珠 post mode 我們眼珠在動的時候其實也會拖動我們的眼皮 所以其實為了增加像這樣的效果 所以其實為了讓增加像這樣的效果 我們眼珠 眼皮我也給他一個rotation 然後來複製我們原來眼珠的旋轉 然後我把它全重調低 結果0.5 影響把它調弱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當我們在動眼皮的時候 現在是不會動 因為其實這裡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這兩個rotation它們互相會衝突 所以我們這個rotation 我們把它改0.9 這個改0.9 這樣的話它才不會全重完全被它吃掉 好這時候我們再來看我們的動作 rotation G 有沒有它眼皮就會 被拖動 會有一點拖動的感覺 然後我們這裡rotation眼皮還是可以獨立的控制 眼皮可以獨立的控制 這樣的話我們眼睛就綁定完成 這樣的話我們這兩個選起來 這樣的話我們這兩個選起來 右 那叫edit mode Symmetrize 過來這樣它就變好我們就可以依照 一樣我們就把copy rotation 再做一個 全重不要綁到蠻 exo 然後選取我們的 armature 這個是low 這個是low的眼睛 I lead right low 我們一樣改到local space 這樣它就可以維持原來的 旋轉 copy rotation 0.9 armature I lead right 好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pulse mode G 在旋轉的時候眼皮會跟著動 然後 這裡 fone layer 把 眼皮 眼皮的骨頭 都放在一起 眼皮的骨頭放在這裡 好 眼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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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皮 像其他的就可以先關起來 G rotation rotation 對 眼皮會跟著動 眼睛可不可以張開 眼睛可不可以張開 可以張開 可以張開 這裡 這裡 我剛才看到這裡 我動一個 他兩隻眼睛要張開 代表我們應該可能全中 綁錯了 一直綁到兩個 我們來看看 我比low r 上面也是lowr 所以 這個要改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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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這樣他就可以 分別控制了 好 這樣 我們 就把 所有的骨頭 要綁的地方都綁完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 要把我們的骨頭綁 綁成控制器的樣子 方便我們來調動作 不要像這樣遮擋我們的視線 不要像這樣遮擋我們的視線